第九可探时 柴进送别林冲 给了二十五两大银一定 却也给了两个工人无两 于是林冲道谢 两个工人也道谢 金圣探说 有事物极末路接亲 柴报一顾 分外热闹 第十可探时 柴拨见林冲 也就是五两银子 宋与未及时宋的区别 当其未宋 则满面皆是恶文 一事也不发迹 及其寄宋 则究后必然发迹 金圣探叹息道 千古人伦 甄别之计 或月而易 或淡而易 大约以此 什么意思呢 就是千古以来 对人物的甄别鉴定 有时一个月就变了 有时一天就变了 以前说好的变成不好的 以前说歹的变成好的了 为什么变了呢 因为银子 第十一可探时 林冲让柴拨带送 十辆银子给管盈 柴拨私自落下了五两 只以五两给管盈 管盈是柴拨的顶头上司 柴拨是管盈手下当差的 下级对上级 都如此魅了对方的银子 有银子出 哪有可以信赖的关系呢 第十二可探时 林冲要开了向上加 又松了三二两银子 三二两银子到位了 向上加也就解了 可见只要有银子 则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同容 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周旋 没有什么人不愿意效力 第十三可探时 满营囚犯也都得到林冲的救济 林冲不过是银子多 分人而已 满营囚徒当然都感激林冲恩情 就是读者读书至此 也会觉得林冲是仗义书才的好汉 口口传为美坛 可见人的名声往往借银子而成就 金圣炭把这一大段中 有关银子的事 罗列的泼系 但实际上还没有全面 随便拎点一下 我们还可以加上以下五条 凑成十八探 第十四可探时 林冲被诬陷入狱 林冲家里自来送饭之外 还一面使钱 林冲的丈人张教头 一来买上告下 使用钱薄 所以后来林冲背叛流放 捡了一条命 不特有孙定这样好人的一力维持 还有银子的作用 这银子可以让人死 也可以让人生 生生死死都关乎银子 岂不可探 第十五可探时 林冲丈人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要接林冲娘子并紧而回家 张教头有这样的英雄气概 固然感人 但他有这份经济实力 也是重要基础 老汉家中也颇有些过活 方可这样做 若张教头家中招不律息 家徒四壁 吃了上顿没下顿 又当奈何 可见 没银子做英雄是做不成的 其独作英雄做不成 做个好父亲也做不成 张教头又对女儿说 即便林冲不回来了 她也安排下她的仪式盘缠 只叫她守智便了 女子守智是传统道德的楷模 但这楷模却还要银子支持 尸节固然是大 但是若守智而不免于饿死 则守智之人也往往守不住 可见 道德也要银子支持 宋代理学家陈怡说 饿死事极小 尸节事极大 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至少在一般人那里 到了快饿死时 节怕就守不住了 第十六可探时 林冲被两个工人押送 天晚投村中客店 林冲不等工人开口 便去包里取些细碎银两 买酒买肉请工人吃 可怜之人 未免更大迫害 亦只能以银子讨人欢心 第十七可探时 鲁智深救了林冲 一路上买酒买肉将吸林冲 临别之际 又取出一二十两银子送给林冲 盖英雄相敬 兄弟相爱 亦少不得银子 第十八可探时 鲁智深给林冲一二十两银子时 还把三二两给两个工人 鲁智深何等英雄 两位工人何等龌龊 当此之时 却不得不给三二两银子 因为还要赖他们关照林冲 至少是不再迫害林冲 英雄无奈之时 不得不屈就小人 可谓一探 而英雄只屈就小人 亦只能以银子表示 又是一探 现在在广散银子之后 从管营 拆拨 到一般囚徒 都对林冲很关照 很感激 林冲获得了一个 较为安全和谐的环境 林冲在苍州的老城营里 看起来将会有一段平静的生活 可以抚平他的创伤 但是他不可能想到的是 一场更大的阴谋 正在酝酿 远在东京城里的高求 并没有放过他 渡过风波三五重 谁知浪尽又尽风 京剧野猪林拔高了林冲 林冲哪里有 诸进奸贼庙堂宽的志向与觉悟 林冲只是一个温顺良民 尽职下属 听话之源 林冲凭着他的银子 以及柴境给管营和拆拨的信件 在老城营里得到了很好的关照 不仅免了一百沙威棒 除了向上加 而且还得了一个极清闲的差事 看守天王堂 当别的囚犯从早直坐到晚 甚至拨在土牢里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时 他却只要每日烧烧香 扫扫地 看来受尽折磨的林冲 在苍州劳城营里 获得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不知不觉地四五十天过去了 但是更大的危险就要降临 陆渔侯 傅安 这两个为虎作伥的小人 带着高太尉的君子 从千里之外的东京赶到苍州 这次他们是志在彼得 而林冲却蒙在鼓里 柴晋结交朋友 手段是比较单一的 那就是金钱 他在管营拆拨那里 已经花足了钱 管营拆拨也在柴晋那里 得到了足够的好处 并且还预备得到更多的好处 所以他们之间的所谓交后 不过是利交而已 柴晋自己不明白这一点 从而不能认识这两人的真面目 以为凭两封信 就可以让林冲享受关照 并高枕无忧 他绝想不到 管营拆拨在他的新朋友 林冲面前有什么样的表演 而这样的表演 有多么跌了他柴晋的份子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还在后面 一天 管营叫唤林冲到电视厅上 说道 你在这里许多时 柴打关着面皮 不曾抬去的你 此间东门外十五里 有座大军草料厂 每月但是那草那料的 有些常历前取密 原是一个老君看管 如今我抬举你去替那老君来守天王堂 你在那里揣几罐盘缠 你可和拆拨便去那里交割 林冲应道 小人便去 林冲自来天王堂取了包裹 带了尖刀 拿了条花枪 与拆拨一同来大军草料厂交割 林冲和拆拨两个来到草料厂外 看时 一周遭有些黄土墙 两扇大门 推开看里面时 七八间草房坐着苍傲 四下里都是麻草堆 中间两座草厅 到那厅里 只见那老君在里面向火 柴博说道 管营拆这个林冲 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 你可即便交割 老君拿了钥匙 引着林冲 吩咐道 苍傲内自有官司风际 这几堆草 一堆堆都有树木 老君督点见了堆树 大军草料厂 是战备物资存放处 那时对北方的战争 主要靠马战 而马战的重要后勤 就是草料 所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所以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所在 看守大军草料厂 虽然好处很多 有很多所谓的常立钱之取 但责任重大 你看这个老君 交割之时何等正重 苍傲之外都有树木 苍傲之内都有风际 一个囚犯尚且知道这是国家大事 不敢轻忽 但是我们谁能想到 这个事关国家军事安全 不知经过多少年积累 经过多少人小心看护的大军草料 却要被国家最高军事长官 因为要谋害一个人而毫不怜惜地烧毁 交割完草料 老君收拾行李 临走说道 火盆 锅子 碗 碟 都借于你 又指着壁上挂的一个大葫芦说道 你若买酒吃时 只出草场 投东大路去三二里 便有市井 老君淡淡的温情里 掩不住英雄的可怜 火盆 锅子 碗 碟 就是林冲的坛坛罐罐 就是林冲与这样黑暗无道的世界妥协 并委屈赞助的理由 是的 林冲要的不多 这世界足够丰富 足够繁华 但林冲只要有这些简陋的坛坛罐罐 就愿意妥协 就愿意屈服 林冲本人也曾经拥有过繁华 他家的始女名叫锦儿 就是暗示他曾经的生活如花似锦 但是林冲仍然能够忍受此时的艰难困苦 穷困潦倒 只要他还能有这样的坛坛罐罐 只要这个世界还能允许他拥有这样的坛坛罐罐 他就绝不会反 他就绝不会被判为敌 陪着小心呵护世界 交割完毕 老君和拆坡走了 撇下这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 一人在这荒凉的大雪天里 林冲就在床上放了包裹备物 就坐下生些烟火起来 屋后有一堆柴探 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 仰面看那草屋时 四下里崩坏了 又被朔锋吹汗 摇阵得动 这是何等可怜 更可怜的是 还是那大英雄的小心 他此时心里盘算的 不是逃离 不是反抗 而是如何将就 如何安顿 这屋如何过得一冬 带雪晴了 去城中换个泥水浆来修理 真令人放声一哭 这间破草屋 简直可以看成 是这个残破世界的象征 这破世界 让林冲如何过得一生 而且这破世界 又哪里容得林冲修理 那背后的大阴谋 正要修理林冲呢 让林冲过不完一冬的 哪里是这摇汗得动的草屋 一会儿 这草屋将和他一起化为灰烬 他物自不知 还在想委屈求全 还在想着将就着 在这寒冷的世界寻些温暖 这不就是一般人的生存现状 与生存哲学 向了一回火 觉得身上寒冷 寻思 却才老君所说 二里路外 有那市井 何不去 呼吸酒来吃 酒 是我们和这世界妥协的 又一理由和条件 酒调动的是我们自身的体温 却让我们感谢世界的温暖 有多少人在酒中消磨了自己 消磨了雄心 战国策记载 大禹在品尝了一笛造出的美酒后 觉得美味无比 说了一句 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于是就疏远了一笛 在现实生活中 以酒亡国者倒不多 以酒亡身者却比比皆是 这亡身也不一定是死亡之亡 而是在酒中麻醉麻木沉沦 酒壮懦夫胆 酒消英雄志 林冲冷了 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 把花枪挑了葫芦 出门买酒 下面是他出门前的动作 于是将火炭盖了 取粘粒子戴上 二是拿了钥匙出来 把草厅门拽上 三是出道大门手 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 再锁了 这一连串动作 表现出的是什么呢 是林冲对这个世界的小心 他几乎是陪着小心 呵护着这个世界 虽然这世界如此寒凉 如此残破 如此寂寥 但林冲仍呵护他 仍委屈赞助 愿意和他和平共处 林冲不要冲突 林冲已经被逼到世界最后的 最黑暗的 最破烂的角落 但是林冲还是要求和 这个世界给予他的 只是一堆破烂 但是这些破破烂烂 却仍然让林冲珍惜 他要维护着自己生活中的痰痰罐罐 生怕打碎他们 他们是他生活和生命的依赖 将火炭盖了 林冲很担心这世界再出什么意外 他希望他平安 希望这秩序延续 哪怕这秩序对他并不公正有利 锁了门 悉心呵护先有的一切 打算就这样抱残首缺 安于现状 拿了钥匙 带了钥匙 林冲深信这世界的大门 随时会为他而开 让他齐身 哪怕这齐身之地如此寒碜 林冲握住了钥匙 似乎就握住了他和这世界的契约 他可以随时打开它 而这世界也随时让林冲安身立命 然后他带了钥匙 信不投东 但是那雪正下得紧 林冲脚踏起雪 背移北风 几乎是在这风雪世界里 急出一条道 林冲雪地里 踏着碎穷乱域 一里背着北风而行 在这一段描写里 大雪是特别的背景 作者几乎让林冲的世界 风雨弥漫 前几年有一首流行歌曲 唱到 我的世界开始下雪 我总以为这个歌词作者 一定是受水浒中林教头 风雪山神庙 鹿鱼猴火烧草料场 这一回的影响 林冲自从撞上了高崖内 他的世界就一直在下雪 京剧野猪林中 李少春扮演的林冲 有一段唱词 标现的就是林冲 在大军草料场的情景 唱得非常悲壮 体现出林冲英雄情怀的 抑郁不平之气 大雪飘扮人面 朔风阵阵透骨寒 铜云低索 山河岸 书林冷落 尽貂蚕 往事迎怀 难排浅 荒村孤酒 未愁烦 盼 英雄生死离别 遭危难 满怀激愤 问苍天 问苍天 万里观山 何日返 问苍天 缺悦耳 何时再团圆 问苍天 何日里 重挥三持剑 诸进奸贼 妙堂宽 壮怀得书斩 贼头 济龙泉 却为何 天言 便堆 仇和怨 天哪天 莫非 你也 怕全奸 有口 难言 其实 这段唱词 是拔高了林冲 林冲 不是一个 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人 甚至可以说 他不是一个 忧国忧民的人 他哪里有 诸进奸贼 庙堂宽的 志向和觉悟 在自己 遭到高求 迫害之前 他压根 就没觉得 高求是奸贼 他一直和高求 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甚至 想和他套近乎 总之 林冲 只是一个 温顺良民 一个 尽职的专业人员 一个听话的 下聊 荒野古庙 异鬼 毒瘾 行不上半里多路 看见一座古庙 林冲顶礼道 神明必有 改日 来烧前职 又行了一回 终于找到了老君所说的酒店 酒店里的人得知他是大军草料厂新来的看守 很客气地请他先坐着吃了一回酒肉 然后林冲买了些牛肉 买了一葫芦酒 把花枪挑了酒葫芦 怀内揣了牛肉 依旧迎着朔丰回来 看那雪倒完 月下的紧了 林冲踏着那锐雪 迎着北风 飞也死 奔到草料厂门口 开了锁 入内看时 只得叫苦 发生了什么呢 作者却不说 而是中段叙述 停了下来 发了几句议论 原来天理昭然 诱护善人意识 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 这场大雪怎么就救了林冲的性命呢 原来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 草厅被雪压倒 林冲没了住处 慢慢大雪天色已晚 林冲何处安身 无处安身 怎么到救了林冲性命 林冲寻死 怎的好 放下花枪 葫芦在雪里 恐怕火门内 又烫火燃烧起来 扳开破壁子 探半身 入取摸石 火盆内火种 都被雪水浸灭了 林冲是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 所以 虽然他此时站在大雪弥漫之中 不知道今晚何处安身 但他先想到的 还是恐怕火盆内的烫火燃烧起来 烧了大军草厂 直到看到火盆内的火都被雪水浸灭了 才放心 这时候 他才想自己的事 林冲 把手床上摸石 直拽的一条絮背 林冲钻将出来 见天色黑了 寻思 又没打火出 怎声安排 林冲突然想到那个古庙 于是 把背卷了 划枪挑着酒葫芦 依旧把门拽上锁了 往那庙里来 李少春唱 埋乾坤 南埋英雄院 忍孤分 山神庙 暂避风寒 正如我前面所说 李少春的这段唱词 把林冲描写得太愤愤不平了 实际上 林冲此时的心态 没有多少怨 没有多少恨 没有多少激愤 没有多少不平 他只有一丝狂恐 一丝自怜 外加随遇而安 将就着过的心态 他当然不喜欢现状 但他不是要用反抗的手段 打破现状 他要的是老实服刑 乖乖听话 慢慢磨出头 我们读风雪山神庙中的林冲 也只是觉得他可怜 一个大英雄 或者说 一个有着一流英雄素质的人 在这样的状态下 也能将就 也能委屈 而且还没有什么怨恨 他让我们心里 有一种绝大反差 绝大的遗憾 绝大的感慨 在这种反差中 我们为他不平 为他愤怒 为他撒一把 同情之泪 接下来 林冲入的庙门 再把门衍上 旁边正有一块大石头 多将过来靠了门 一切都小心翼翼 一切都仔仔细细 一切都紧紧慎慎 就这么一个临时栖身的地方 他都有一种恭敬 有一份小心 梁山好汉 大多不知道这个世界 有很多东西值得恭敬 不知道这个世界 有很多时候需要小心 但林冲知道 这是林冲非常可贵 又特别可爱的地方 这一点 我们把它和刘唐做个比较 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刘唐去东西村 找朝盖商量打劫生成纲 按说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小心谨慎的事 但他喝醉酒后 走进林冠庙 店门也不关 赤条条地躺倒在宫桌上 巡逻至此的雷恒正 因为看见店门不关 才心仪进来查看 把刘唐一举抓获 如果不是后来朝盖搭酒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林冲算不得是众好汉中 最让我们佩服的 但他一定是最让我们爱惜的 大多数的梁山好汉让我们怕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下面他们又要惹出什么乱子 但林冲特别能给我们安全感 我相信 女性读者在梁山好汉里 一定最爱林冲 林冲的软弱和不幸 可以激发他们的母性的同情心 林冲的鹦鹉和豪杰 又能引起他们的爱慕心 林冲的超强自制力 和冷静的判断力 又给他们极大的安全感 林冲进入庙里 仔细看时 店上坐着一尊金甲山神 两边一个判官 一个小鬼 侧边堆着一堆纸 下面的叙述 我们慢慢看 第一 林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 第二 将那条续背放开 第三 先取下粘栗子 把身上血都抖了 第四 把上盖白布山脱缰下来 早有五分湿了 第五 和粘粒放在供桌上 第六 把背扯来 盖了半截下身 第七 却把葫芦冷酒提了便吃 第八 就将怀中牛肉下酒 我特意将作者 对林冲动作的叙述 加上序号 这样 我们可以看得更明白 作者为什么要如此耐心 细心地叙述林冲 一连串 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动作呢 这当然是有目的的 会看小说的人 一定要看细节 不要光看情节 一般而言 细节描写有两个目的 一是 为下文埋下伏笔 二是 暗示人物心理 体现人物性格 这一段八个动作的细致耐心描写 就是要写出林冲的性格 和此时的心理状态 我们从这些有条不紊的动作里可以看出 一是 林冲有力量 二是 林冲无反心 即使在这样的狼狈和仓皇里 林冲仍然有条有理 仍然从容不迫 沉得住气 耐得住性子 稳得住 把得牢 有定性 心不凡 意味乱 仍从容 林冲有一种深藏不露的力量 另一方面 这些非常细致的描写 还让我们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几乎已经一无所有的林冲 还如此珍惜 并牢牢守住 他此时拥有的这些破烂 一是花枪 二是酒葫芦 三是旭背 四是粘栗子 五是白布山 六是鼎鼎重要的 还有一把钥匙 这就是他的全部 就这些东西 他也愿意守 这是大英雄吗 还是依恋老婆孩子 热炕头的庸人 是的 林冲是一个 有着强烈庸人气息的大英雄 也是一个 具有英雄素质的庸人 问题在于 这个世界 是要他做一个 温讯的安分守己的庸人 还是逼着他 去做一个 叛逆的刀刀见血的英雄 现在深更半夜 荒郊野外 大雪纷飞至极 黑暗寂静之中 一座古庙里 一个人 独坐黑暗之中 独自饮酒 这是怎样的 让人心惊肉跳的场景啊 宋代张顺民 画漫路卷仪 苏顺钦 食言年辈 有名鬼隐 鬼隐者 夜不已烧烛 临冲此时 就像是一个鬼 在黑暗的古庙里读隐 让我们在想象中 毛骨悚然 是高求父子 让他变成了鬼 但这是一个 所债的厉鬼 苍天有眼 阁门有耳 人之上 还有天 人做事 天在看 林冲正吃时 只听到外面 嗶嗶啵啵的爆响 跳起身来 就避凤里看时 只见草料厂里着火了 呱呱杂杂烧着 林冲便拿枪 却带开门来救火 只听到外面 有人说着话走进来 林冲浮在庙门 背后厅时 是三人脚步响 且奔庙里来 到了门口 用手推门 因为门被林冲 用大石头靠住了 推也推不开 三人 只好就在庙檐下 立着看火 只听到其中一个道 这条记忆好吗 谁呢 我们当然不知道 但林冲听出来了 柴伯 那么柴伯洋洋得意 异欲邀功情赏的记 是什么记呢 我们知道 林冲已经多次中记 从一开始 富安的调虎离山记 瞒天过海记 到后来 鹿鱼侯的连环记 再到冲军路上 董超削霸的种种 说不上名字 也摆不上台面的奸计 林冲 几乎一一中招 虽然最后 都九死一生 侥幸活命 但哪一次 不让他头破血流 这一次 又是什么记 一个应道 端得亏 管营 拆拆拨 两位用心 回到京师 禀过太位 都保你二位 做大官 这番 张教头 没得推估了 这是鹿鱼侯的生意 原来 这记忆的策划人 乃是 管营 拆拨 他们是为了高求 而策划的这条记 并且 显然是针对林冲的 那么 张教头 也就是林冲的丈人 又是怎么回事呢 拆拨接着道 林冲今番 直吃我们对付了 高雅内这病 必然好了 怎么个对付法呢 从语气上看 不仅有 忠于杀掉林冲的得意 还有以前 种种奸计 没能治林冲死地的遗憾 而高雅内病好了 拆拨有大功劳啊 所以 我们可以从他的语气里 听出他的谄媚 他的邀功情赏的心态 又一个道 张教头那死 三回五次 托人情去说 你的女婿没了 张教头越不肯应成 因此 牙内病 换看看重了 太尉特使阿两个 安美二位干这件事 不想 今完备了 这是傅安的声音 他的话 直接告诉了 门后偷听的林冲 为什么 他们没有放过他 其实 林冲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董超削霸 在路上没有杀掉他 高求夫子 绝不会善罢 这一封书 绝不会善罢甘休 只听的拆拨又说道 小人直爬入墙里去 四下草堆上 点了十来个货吧 带走哪里去 这个歹毒的小人 林冲的十五两银子 柴近的两封书信 都打了水漂 当初他拿着柴近的书信说 这一封书指一定金子 是的 柴近的书信也就只指一定金子 而高太尉出的价高过了一定金子 高太尉还能让他做大官 当然 他还明白的是 得罪了柴近 没有什么关系 得罪了高太尉 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那三个人还在继续谈话 一个道 这早晚烧个八分锅了 又一个道 连逃得性命时 烧了大军草料厂 也得是个死罪 又一个道 我们回城里去吧 一个道 再看一看 捡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 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 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事 一口一声 全是杀人成功 奸计得逞的快活 还有即将得到奖赏的得意 林冲听了 心中想到 天可怜见林冲 若不是倒了草亭 我准定被这司门烧死了 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堆白骨了 而且这白骨还能让鹿鱼侯他们拿回去情赏 我们看 坐着一路写大雪 写寒冷 好像是在写大雪 故意与林冲作对 正如李少春唱的 在林冲头上 逞危言 我们哪里知道 这雪之冷 比人心之冷酷 还差得远 这场大雪 倒救了林冲的性命 刚才 当林冲 在大雪 弥漫的荒凉之地 苦熬时 林冲没有什么抱怨 他甚至 做好了修理草厅 并常驻下去的打算 林冲为何不抱怨 就是因为 林冲害怕 有更大的灾难 在某处潜伏 林冲 已不奢望 这世界变得稍好 只祈愿 他不要变得更坏 对这个世界的道德品质 林冲 已经完全没有了信心 不过 自然之母往往仁慈 大雪压倒了草厅 林冲不得已 拽出一条续背 去拿古庙里安身 夺过这场大劫 那么 一直委屈求全的林冲 一直没有动杀心的林冲 一直不敢反抗的林冲 这次 他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他将最后证明 自己到底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还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懦夫 反抗 还是再次屈服 这是一个问题 杀人者被杀 被杀者杀人 至此 林冲才明白 一切退让忍受 委屈求全都无稀于事 都换不来他们的善心 都不能让他们放过自己 哪怕什么都让他们拿走 他们还是要取他的性命 林冲终于幡然蒙醒 他的血性 他的勇气 他的杀气 一起爆发出来 一个那么愿意妥协的人 那么愿意认输的人 终于被逼成了一个血型的杀手 他曾经的胆怯 曾经的懦弱 曾经的无能 都焕然兵士 在人生的绝境上 摇身一变 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英雄 他轻轻把石头移开 一手拽开庙门 听着花枪大喊一声 婆贼 哪里去 是的 该轮到他这样 贺问对方了 当林冲被逼到绝境时 婆贼们也走到绝境了 他们放火烧着四下的草堆 以为把林冲烧在中间 满赌心地说 带走哪里去 没想到 转瞬之间 天到好还 轮到他们考虑 带走哪里去了 他们还能哪里去 这个他们要害人的地方 阴差阳错 变成了自己人生的终点 他们哪里也去不了了 这里就是他们的授手之处 就是他们的葬神之地 中国有个成语 叫恶贯满盈 但意思就是 当你作恶 做到满盈之时 也就是报应到来之日 这户泼贼 他们一路追杀林冲而来 把林冲逼到世界的角落 还不罢休 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不知道 不给别人活路 自己也就没有活路 孙子兵法上讲 穷寇勿追 这个道理 他们是不信的 其实陆渔侯也不是不信这个道理 而是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到和林冲 你死我活的境地 他已经开工没有回头见 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直到走向覆灭 他之所以这般与林冲为敌 是因为 第一 他要做 他要巴结高雅内和高太尉 他们可以让他升官发财 第二 要他做 高雅内和高太尉 要他做 第三 不做怕 高太尉让他做 他不做 他也只有死路一条 至少是绝了升官发财之路 第四 做不怕 他背后 既然有高太尉 成腰 他不怕林冲 所以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做 但是 即使他背后 有权倾一时的高太尉 他就一定稳操胜卷吗 要知道 人之上还有天 人在做事 天在看 陆渔侯知道 怕高太尉 还知道 有了高太尉 他就不怕林冲 但是 他就不怕天嘛 他就不怕天道好还 就不怕天玄地转 就不怕天翻地覆 就不怕天网灰灰 一场大雪 慈悲的上天 悄悄地改变了事态的方向 改变了双方的命运 杀人者将被杀 被杀者将杀人 随着林冲的一声断河 天玄地转了 陆渔侯们杀人的刀子 现在对准了自己的胸口 林冲举手 对着下代的三人 先割叉的一枪 戳倒柴波 陆渔侯叫声饶命 却吓得慌了手脚 走不动 傅安走不到十来步 被林冲赶上 后心只一枪又戳倒了 翻身回来 陆渔侯才行得三四步 林冲赫声道 奸贼 你带哪里去 皮胸直一提 丢翻在雪地上 把枪朔在地里 用脚踏着胸脯 身边取出尖刀来 便去陆千连上 搁着喝道 婆贼 我自来又和你 无什么冤仇 你如何这等害我 正是杀人可恕 情理难容 杀那两个 一点不啰嗦 杀陆渔侯 一定要啰嗦几句 为什么 因为林冲 要告诉陆渔侯 杀他的不是林冲 是天道 杀他的不是别人 是他自己 所以 陆渔侯被杀 是天杀 是自杀 陆渔侯告道 不敢小人事 太为差遣 不敢不来 陆渔侯的 告扰是有道理的 照他的说法 他的行为 不是他自愿的 是被逼的 被逼的行为 至少可以 不负 道德上的责任 所以 我们可以说 真正的 罪魁祸首 不是陆千 而是高求 而高求之所以 能如此为所欲为 是因为 他又可以控制 挟制他人的权力 所以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很多表面上的道德问题 其实都是权力问题 是权力运作中的问题 按说 既然陆渔侯是被逼而来 按灵冲的性格 和一贯的恩怨分明 不滥杀 他可以在林冲那里 得到宽恕 林冲就宽恕过 董超和薛霸 当鲁志深 要杀这两个工人时 他两次制止 其理由是 肥干他两个事 尽是高太尉 和陆渔侯 吩咐他两个工人 要害我性命 他两个 怎不以他 你若打杀他两个 也是冤屈 那么 林冲会否 像饶恕 董超薛霸一样 放掉陆渔侯呢 林冲骂道 奸贼 我与你自幼相交 今日到来害我 怎不干你事 且吃我一刀 林冲把陆谦 上身衣服扯开 把尖刀 向心窝里 置一弯 蹊跷 蹦出血来 将心肝 提在手里 如果我们不从个人品行上看问题 林冲和陆渔侯这段终极对话 是很有意思的 林冲对陆渔侯的指责 无疑是合理的 你我之间 无冤无仇 你如此害我 情理难容 但是 另一方面 既然 你林冲也承认 你们之间 无冤无仇 那么 林冲 也就无法指证 陆渔侯的杀人动机 没有动机的 故意杀人 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不合逻辑的 那么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为什么两次 劝阻陆之身 救下 董超 削霸的林冲 对陆渔侯 就不能原谅的呢 第一 陆渔侯要害林冲 不仅有被动 受命于高太尉的一面 还有主动参与 积极献祭 以求赏识 从而希望 借此升官发财的一面 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害人 当然不可原谅 第二 陆渔侯害林冲不是一次 而是一而再再而三 不致林冲与死地绝不罢休 第三 陆渔侯和林冲自幼相交 兄弟相称 陆渔侯的行为 危害了基本的 为人处世之道 尤其可恶 这三条之中 触犯任何一条都不可宽恕 因此 像陆渔侯赋安拆拨这样 恶贯满盈之辈 不杀 不足以平民分 不杀 不足以明道德 不杀 不足以护法律 所以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实际上 相对于 武松李逵的滥杀 林冲是非常节制的 他不但没有多杀 实际上是少杀了 至少还有三个人 是该杀而没有杀的 那就是高求高雅那夫子 还有一个苍州 劳成营的管营 该杀的杀了 草料厂烧了 家呆不成 呆到劳成营 现在 劳成营也呆不住了 一个社会 假如逼得人 连监牢都呆不成 这个人 他将去何方 这个世界没了门 手握钥匙也无用 我们来看看 一下对林冲行为 举止的描写 再穿了白布衫 系了搭脖 把沾栗子带上 将葫芦里 冷酒都吃尽了 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 提了枪便出庙门 投东去 林冲终于幡然醒悟 大梦初醒 彻底绝望 从而决绝远去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描写中 一再提到的 林冲的六件身旁之物 这地方有写到的 还有没写到的 无论写到的 还是没写到的 都有特别的意义 第一 写到的 有被子与葫芦 但却是 被子与葫芦都丢了不要 是否定时的写法 为什么这样写 那是为了写出林冲 心中了无牵挂 身外一丝不挂 身如飘棚 心如死灰 曾经的小心在意 曾经的委屈求全 曾经的逆来顺受 都灰飞烟灭 第二 歇到了枪 而且是提了枪 是肯定式的写法 与被与葫芦的否定式写法 明白对比 被与葫芦是安寝与享受 这两样象征 林冲与这个世界和谐共处的东西 被丢弃 提了枪 枪是冲突与绝杀 这一象征 他与这个世界决绝 为仇的东西 却被握在手中 从此 花枪上挑着的 就不再是酒葫芦 而是人头了 第三 写到了白布衫 搭脖 沾栗子 这些是穿了 系了 戴上 也是肯定式写法 并且也与被子葫芦形成对比 被与葫芦是安居的 这些则是出行的 他让我们想起了汉乐府 东门行中 拔剑东门去的铤而走险 小家庭如花美眷的温柔乡住不成了 住到老城营的天王堂 天王堂住不成了 住到草料厂 草料厂住不成了 住到荒郊古庙 只要还能下有利锥之地 尚有片瓦遮身 林冲都会苟且 林冲都会妥协 但是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后地高天 茫茫大宋 就是没有林冲的安居之所 既然这样 他也就只能 人在路途漂泊江湖浪迹天涯了 第四 写到的有酒 而且著名是冷酒 并以此煞味 既是印证那人间的寒凉 又让我们读者感同身受 那么 除了写到的上述几种身外之物 没有写到的是什么呢 这一段细致的描写中 没有写到的一个东西 恰恰是此前的描写中 最为正中其事的 那 就是钥匙 是的 此前正中其事的钥匙 在描写中消失了 不是林冲把它丢了或扔了 而是钥匙已经无用 这个世界不是对林冲关上了门 而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没了门 林冲要做的事 不是去找一把钥匙 然后紧紧捏住它 想握住自己的命运 然后试着打开某扇门 林冲要做的事 是在这个世界之外 找一遍天地 然后安身立命 这个地方不在率土之宾 不在普天之下 而在水湖 在王化之外 在现有的体质之外 写到的与没写到的 出现的与没出现的 在肯定与否定之间 在戴上和抛弃之间 林冲绝今 视而作非 他没有了幻想 没有了希望 在绝望中 一个最忠心耿耿 又小心翼翼的人 成了反叛者 一个最无做英雄愿望的人 就这样被逼成了英雄 被逼挺而走险的林冲 出了庙门投东去 投何处去 何处可以安身 走投已无路 忠臣坐强盗 坐官要关系 要门路 坐贼也要关系 也要门路 坐强盗也要关系 也要门路 林冲往东逃命 却不料走到柴进的东庄 在柴进东庄上 住了五七日 苍州那边 劳城营里 管营向苍州府报告 林冲杀死柴博 陆鱼侯 富安等三人 放火烧了大军草料厂 抚引大警 下令击部人员将带坐公的 盐香 利益 盗店 存方 捉拿林冲 林冲在柴大官人东庄上 听得个信息紧急 担心击部人员寻到大官人庄上 负累柴进便要离开 柴进道 即使兄长要行 小人有个去处 坐书一方 与兄长前去 柴进又有一个什么去处 供走投无路的林冲安身呢 柴进道 是山东冀州管下一个水乡 地名梁山坡 方圆八百余里 中间是碗子城 鸟儿蛙 一部大书 写梁山坡 写梁山好汉 梁山坡这个词 到十一回终于出现了 梁山坡只有在林冲的故事里出现 才能显示出意义 如果在李逵 李俊 张顺 张衡 燕顺 王英 石谦等人的故事里首先出现 那么梁山坡不过是社会下层 流氓无产者 市井流氓 江湖强盗等聚集的渊走 一个强盗窝 如果在鲁之神 武松的故事里首先出现 梁山坡也就是江湖 侠客的庇护所 一个杀人者 躲栽避难的地方 而梁山坡在林冲的故事里第一次出现 就能显示出更为深刻的内涵 第一 他体现了逼上梁山的主题 从而揭示出乱自上座的社会现实 第二 更重要的是 林冲本来是一个在大宋首都 并且负责皇家禁卫军武术训练的教头 他生活在王化之下 王土之中 是个忠心耿耿 绝无反叛之心的王臣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但是 林冲百般想做王臣 想做王的顺民 良民而不得 他被逐出王土 或者说 他被逼逃离王土 因为 在王土之中 他只有死路一条 王土已经变成死地 于是 他只能逃往梁山坡 至此 我们就可以明白 梁山坡 也就是 作为王土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水浒 也就是王化之外 而水浒传 也就是这些 被王权抛弃迫害 追杀的族群的传记 那么 柴静为什么推荐林冲上梁山坡呢 首先 他认识那里的人 如今 有三个好汉 在那里扎寨 为首的 换作 白衣袖士王伦 第二个换作 摸着天 度谦 第三个 换作 云里金刚宋万 三位好汉 一与我交后 长寄书间来 我今修一封书 与兄长 去投那里 入伙如何 原来 王伦当初不得地之时 与杜谦 投奔柴静 多的柴静 留在庄子上 住了几时 临起身 柴静 又送他盘缠银两 因此有恩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当初鲁智深杀了郑关西 逃走在江湖上 躲在赵远外庄上夺日 后来 官司追逼得紧 赵远外 也给鲁智深 指出一个 安身立命的去处 那个去处 是五台山文书院 鲁智深 从此做了和尚 而柴静 给林冲指出的去处 却是打家结社的梁山 让林冲做强大 这个对比中 合乎情理 而有意思者 有意 不合乎情理 而更有意思者 也有意 合乎情理 而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赵远外 是个奉公守法 谨小胜微的 乡间土财主 他的思想 是西式宁人 所以 他出于 为小妾感恩 帮鲁智深谋划了 这个当和尚的出路 非常合乎情理 如果鲁智深 是个危险品 把他送进寺庙 就如同把危险品 放到安全保障 最好的场所 是最好的安置 而柴智深调节 四方豪杰 胸中 虽然不能说 早有不轨之念 但他特别 关照往来 刘沛的囚犯 至少可见 他的价值观 已经突破 正统主流思想 所以 他推荐林冲 去做强盗 也很合乎 他的性格 那么 不合乎情理 而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是这两个推荐人 都从自身的 思想意识出发 而不考虑 被推荐人的 个性和想法 鲁智深 性格粗鲁 率性而为 最不适合当和尚 赵远外 偏偏让他做和尚 林冲委屈求全 最无反抗性格 柴晋 偏偏让他做强盗 最不能循规蹈矩的人 偏要让他做 最要循规蹈矩的和尚 最愿意做良民的人 却偏要让他去做 最叛逆的强盗 这完全不合理 但是 正如沙士比亚 借哈姆雷特之口 感叹的那样 谁又能避开命运的 暴虐的毒箭呢 谁又知道 最后的结局呢 这不是水浒的作者 故意批评赵远外和柴晋 而是水浒作者的黑色幽默 他让我们在笑中有泪 泪中又有笑 不过柴晋的这番话里 还有一处让我们特别不放心 哪个地方不放心呢 就是他说 梁山上的三位好汉 一与他交后 他又要修一封书与林冲 让林冲拿着他的书信去入伙 当初 他说他与沧州老城营的 管营和柴波交后 也写了信 结果 却是管营和柴波 伙同东京来的鹿鱼猴 傅安陷害林冲 差点要了林冲的性命 现在 他又说 他和梁山上的王伦等交后 又要写信 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们对这个柴达官人的交往 已经不大放心了 不过 我们放不放心无所谓 好在林冲放心 林冲放不放心也不重要了 因为林冲已经无路可走 他只有上梁山 这就叫 逼上梁山 这就叫做梁山上梁山 这就叫做梁山上梁山 这就叫做梁山上梁山